這句話是 你的個性 你可以忍這麼久 對啊 你看我多百搭 你看 你看 多百搭 因為其實在前幾年的時候 就會聊到說 如果等國門開放 你知道他第一個國家要去哪嗎 他說他想去阿富汗 然後他說他要一個人去阿富汗 他說我可能沒辦法照顧你 因為那個地方一個人去會比較 便利 因為比較自由 因為他比較自由 我感覺說我去 好像會被拖累的感覺就對了 他保護你啦 對 然後他說我一個人什麼什麼之類 然後我心裡想說 我就有一點點淡淡的哀傷 會覺得說 你什麼不好選 為什麼要選阿富汗 你至少選一個可以兩個人 一起去的國家 你懂嗎 那就代表他從心裡面 就是打從心裡面 他就是想要一個人 不要你跟 對 你要不要講 你的老公是泰國人 只要你問到他家族的每一句話 他都會很不開心 對 而且是那種瞬間 本來就好好聊天的 後面整個他脾氣就起來的那一種 因為他對我來講 就是脾氣就是好好先生型的 可是為什麼每次聊到家族的事情 他整個就是哄就起來 比如說我先大概先講一下 為什麼他們家族這件事情 因為我從小生長環境 我家庭的人數比較簡單 那他們家是那種 每次如果聚餐是三桌大桌起跳的 那一種就大家族 然後因為他爸爸又是他那個家庭裡面的大哥 媽媽也是他原本那個家庭的大姐 所以這個你知道就結合起來很多堂妹 堂姊什麼表妹表姐 都很多這樣下來對不對 然後爸爸又是在曼谷的那個某一條巷子 因為他們曼谷是住巷內的 所以這個巷內 他爸爸就有一個宏願 希望他的弟弟是這一家 然後他的那個二弟是那一家 他的那個什麼誰的誰是這一家 所以這一條巷子 家廚一條街 某個名字的那個社區 他們泰文名字叫Axomi 所以他想要變成Axomi社區 之類的 他爸這樣 所以我要講了 好 那就是住那麼近了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他媽媽 我剛剛講的媽媽就是大姐 那他們家一樓是永遠門都是開著的 因為如果你要吃什麼 你就買菜去他們家 把那個冰箱 把菜丟進去冰箱就好 媽媽就會煮 所以他永遠 比如說中餐跟晚餐 他那個菜都是在桌上 然後這邊的表弟可能來了 然後就是吃一吃 可能就自己一盤碟 然後吃一吃就走了 然後這邊的誰又來 就這樣吃一吃就走了 感情這麼好 都是這樣子 而且通常只要 因為他們家大家族 是從泰國南部來的 所以只要有泰國南部上來的 都可以到他們家住 或是來曼谷打工 就有點像高雄要到臺北打工 我去臺北的親戚住 然後媽媽也不收任何的房租費 就是讓那些小朋友來住這樣子 門都是敞開的 都是敞開的 對 開到你知道 連爸爸附近的工廠的貓都收邊了 到這個程度都是這樣都收邊了 好 那我就很好奇 這個人都拿菜來你家冰 然後這個人來家裡吃飯 我就想要問他說 問一下 請問那個拿菜來的 有沒有給你媽媽一些菜錢 或是什麼做料理的費用幹嘛的 然後他整個就烘起來了 就說為什麼要談這些呢 這些 為什麼要講這些呢 我們這個家族 不是幫忙做這些事情 不就是一個關懷 還有一個愛什麼的 家族的愛 為什麼要談到錢呢 什麼什麼之類 那我想說 就聊天問一下而已嘛 你就好好回答我就可以啦 然後結果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又吵架 那比如說我剛說媽媽的個性 就是像大姐姐這樣 所以他們家族裡面 有人結婚 有人可能上禮 然後甚至做什麼事情 媽媽都會去協助 去幫忙的那一種 然後甚至呢 我就是一個很愛問嘛 我說那個某某的長輩 就是病重 請問他有交代一些後事嗎 類似這種 然後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問 我也許有觀眾朋友說 我怎麼講話很不得體 可是我必須要講 因為像連我這個人 我都會去跟我的朋友 交代後事 我要花帳 樹帳 海帳 什麼帳 這種的嘛 你懂我意思 就是我們會閒聊這個人 那所以我才會用閒聊的方式 去問他說 那有沒有交代嘛 你就聊一下 沒有就沒有 有就有 一次就起來了 然後就跟我說 我們家族不談錢 也不談這種生跟死的話題 你講這個真的很沒有禮貌 巴拉巴拉巴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文化 對 就是文化 可是我就是想了解 因為我就變成好像我是一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個性 可是反觀來看 是因為你每次都要一問一答 你自己不會好好的講 比如說我的婚禮 不是我的婚禮 是我的家族的婚禮 有誰會到 有什麼 你就把故事講給我聽嘛 那我就不用問那麼多 我問那麼多 你又覺得我好煩 好像在問你的男生嘛 男生不會這樣子聊天 超級大直男這樣子 然後到後面有一次 我就是也是問了一句說 那那個 比如說參加上 我就說那你媽有哭嗎 他整個又哄起來了 一問 他就很容易 因為叫家族哄起來 因為他就跟我說 亞美甲 你知道嗎 一個人呢 不哭不代表他內心不難過 然後我就突然 醒來了 因為我是那一種 看到什麼東西 我很容易有感動 會有累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覺得 我可能用我自己的想法 去套在那邊 後來他真的是痛 真的是 我們是面對面 他就這樣很認真 在餐桌上跟我講 這件事情 就是說一個人不哭 不代表他內心不難過 所以從此之後 我就好了 我就不追問 你有沒有哭 因為我每次都會問 你有沒有哭 你有沒有哭什麼的 他就整個哄就起來了這樣子 然後直到他最近 跟我解釋這一段故事 他覺得你可能在評價他什麼 對 類似這樣子 就好像很害怕我去 干涉或評論 他們家族的什麼事情 這樣 他就在急了 他最近真的是這樣 你不要去泰國了 對啊 這個也是換我哄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就說 就是你每次都問到這些 我覺得你好像跟我家族 會有一些問題 我有點擔心 你來泰國的時候怎麼辦 然後我整個就 碰 換你哄 對 哄哄哄 因為我也覺得我個性 是很百搭的 你知道嗎 就是覺得說 你要柔我也可以溫柔 你要硬我也可以很硬 可是問題是 你怎麼會搞到 好像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們目前還算是 兩地的戀情 他去年的時候 然後有來臺灣就是五次了 那我們就是這樣來來回回當中 到現在 我們每一天都還是會講電話的 所以你每一天講電話 就是會聊今天發生什麼 然後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是永遠都會一問一答 然後他的個性是 你只要跟他聊文化 歷史 地理 他就可以 就不用 你不用你問 他就可以一直講 可是你只要講到家族 或他自己的事情 他就會好像不是那麼擅長 去表達的人 然後他也有跟我聊說 他跟他的家族 不是那種很會去 聊一些情感的問題 比如說媽媽你今天好嗎 媽媽你怎麼了 或者是我最近怎麼了 都不會聊這個 就是好像比較 他有跟我承認 我來上 相反溝通 對 我來上這一集通告之前 我說你知道我要來上節目 講你們家族的事情 他說 喔 好 然後我就說 告訴你啦 我們那個家族跟 其實跟一般泰國家族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他有這樣承認 我說不只是家族 我覺得你也跟很多泰國人 不一樣 我就這樣講 然後他就哈哈大笑 他就是有 後來我們這些事情 都有講開來 對 所以我後來發現 就是問題還是出在於他 不是出在於我 因為你把話講一講 我想要多了解一下 你們的文化 你跟我講你們的規矩 然後家族怎麼樣 我就會入境隨俗 我就可以去配合你 問題是都不講 你才讓我問啦 OK 好 重點是他要敞開去講 你覺得是這樣 他有一句話 你忍了三年了 對 這句話是 你的個性 你可以忍這麼久 對啊 你看我多百搭 你看你看 多百搭 因為他就會很容易常說 我一個 這個東西我一個人做也可以 我一個人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處理 沒問題的 我這樣一個人什麼什麼 他常常講說 我一個人也可以 怎樣怎樣這樣 然後有時候我就說 我們會講電話 我就說今天那個 明天我要跟我朋友約 那個吃飯逛街 可是他突然臨時有事不能去 我就覺得我一個人 好煩喔 我不知道要不要出門 他說去啊 我一個人也可以啊 就算這樣子 我一個人這樣去逛街 吃飯沒問題的 然後就聊聊 某個朋友啊 最近感情好像不是很好 然後他們就是又 好像離婚了這樣 我跟你講 離婚很好 因為一個人很自由 想去哪就去哪 而且也不會拖累到另一半 另一半也不會去 干涉他出去的時間 或怎樣怎樣 然後我想說 等一下 你現在在暗示我嗎 你在暗示我就是 我好像一直在綁住你 然後束縛你 然後一直在 就是限制你的行動嗎 然後我就 這句話我就一直忍了忍 忍到後面 在我們前 其實在前幾年的時候 就會聊到說 如果等國門開放 你知道他第二國家要去哪 他說 他想去阿富汗 然後他說 他要一個人去阿富汗 他說我可能沒辦法照顧你 因為那個地方 一個人去會比較 便利 因為比較自由 因為他都比較自由 我感覺說我去 好像會被拖累的感覺 就對了 他保護你啦 對 然後他說 我一個人什麼什麼之類 那我心裡想說 我就有一點點淡淡的哀傷 會覺得說 你什麼不好選 為什麼要選個阿富汗 你至少 你至少選一個可以兩個人 一起去的國家 你懂嗎 那就代表他從心裡面 就是打從心裡面 他就是想要一個人 不要你跟 對不對 就一個人 然後去那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男生 有的時候真的會需要一個人 旅遊 一個一個安靜 也不是不想要你 對 他有解釋 說因為危險的 危險住的關係嘛 要危險 對 他常常會講說要危險 對 他覺得說要危險 就他來他來危險就好了 就是不用把我一起 就是拖下去 一起危險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可是女生的角度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選一個 兩個人 這麼久沒見面 好想一起見面 對 那你居然跟我說阿富汗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 這種外國人喜歡 一個人獨立的感覺 其實這個月婷 你很有feel 是 為什麼剛剛 我會娶兩個牌子 因為我跟我老公 真的也結婚夠久了 從一開始一些溝通 一天溝通 結束 和好 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還在練習溝通 這件事 多久了 都快二十七年了 二十七年還在練習 好不好 剛開始繼續了 對 你才剛開始呢 因為我老公 跟你老公也一樣 真的喔 只是你老公也喜歡靜靜 然後我 但是我就不吵他 因為我也喜歡我自己靜靜 因為其實我不喜歡人家管我 你要是跟我說三個字 不可以 我就翻臉了 所以說我老公 是給我很大的自由 但是他給我的自由 真的非常的大 但是他就是真的不管我 例如 我非常清楚說 我老公喜歡吃什麼 對不對 看到魚丸 我買魚丸 他現在沙嗲 我就買回給他吃 他從來沒有 一次都沒有 買東西回來給我吃過 一直到現在 有一次我就跟他說 你知道我喜歡吃什麼東西嗎 他就像想了一下 辣雞翅 因為他根本連我喜歡吃什麼 他不知道 因為他出去不會買給我吃 然後我就說 那你既然知道我喜歡辣雞翅 那你為什麼都不買回來給我吃呢 他說 你自己會去買啊 你沒有說啊 沒有 他也不會問啊 沒有 我說他的想法 就是你沒有跟我講啊 而且你知道下午出去 我會打電話跟他說 那個魚丸有為 你要不要吃 我會問嘛 對不對 你會問一下 沒有 從來沒有 而且全世界的人都會認為 我吃得很少 對 因為你看起來瘦 對 你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叫我不要吃東西 你一定會說多吃點 全世界只有我老公 你吃很多喔 你吃太多囉 有說晚上宵夜啊 他剛好在外面 我說我想要去吃宵夜 他就說 你會胖死了 吃宵夜你會胖死了 你為什麼要吃宵夜 我說我餓啦 為什麼別人都不餓你會餓 什麼太...什麼 怎麼叫做別人... 不是有點奇怪耶 對啊 他就只會跟我說 你要懂得照顧你自己 擔心你的健康吧 沒有吃個宵夜啊 而且他能從... 他從來不會從外面 帶東西回來給我吃 從來不會 那他會帶給自己嗎 他會先在外面吃宵夜 對 他會買給他自己 他會買... 他會買給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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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即使你跟他說 我想要你幫我買什麼... 回家他會買嗎 會 你有鼓動過 沒有 但是他還是不會 因為他會說我找不到 嫌麻煩 對 嫌麻煩 他會嫌麻煩 沒有講說我喜歡吃某一種雅臥 我從來不想去叫他買 因為真的相處久 就是我剛剛說的 是不是你太獨立了 我相處久了 我已經知道了 我不會叫你去買 因為他會跟我說我找不到 的確啦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喜歡吃的東西放在哪 所以我也都不會煩他 會不會是你太不煩他了 對 我真的不煩他 我就是很想吃 你就是繼續幫我找 沒有 不會繼續如他 可是我不會 我不會如他 我獨立到什麼程度 我那時候剛到普吉島的時候 有一台車子 開一開會熄火 你知道 但是就一定要有 那個計程車經過 拿那個兩個墊 一直就接回去 所以我那台車 車子後面一直都放著 那個接墊的 有一次我開... 開到一個巷子裡面去聽 停車場 廢棄的停車場 停了不動了 糟糕 那在這個裡面 不是在大馬路旁邊 怎麼辦 我打電話給他 老公你會過來 你再跟我說他不要 這一次 你等一下會有車子經過 他也算滿... 開車子大概要十五分鐘 他說等一下會有車子經過 可是我就不想跟他解釋 我不是在馬路邊 我是在一個廢墟 好 我就掛這樣 我也沒生氣 我也沒有 我就真的想說 你脾氣真的也滿好的 那我要等車子過來 這個發飆吧 我覺得 來了一台走錯路的車 開進來 要倒車 快停下來幫我逼一下 就開走了 真的剛好有一台 走錯路的車子進來 十一 我覺得是二十七年 你把它養成的性格 因為他覺得你一定會自己解決 我其實沒有養 是他的性格養成了我 因為我知道你爐也沒有用 而且我也不是會爐的那種人 然後人家說不要就不要了 就是這樣 OK 爐真的沒有用嗎 這種價值觀的落差 有沒有辦法請對方改變 或只能自己轉念 我覺得價值觀很難改 因為我們兩個個體 本來就是在不同的成長環境下 培養出來的嘛 然後剛剛那個吃東西的時候 我自己也遇過一次 有一次 我在高鐵上 他就說 好 那你等一下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吃鹹酥雞吧 那時候大概晚上八九點吧 可是我剛吃飽 因為我是對身體就是 身材我會比較節制的人 然後我就想說 下去已經十一二點了 太晚對不對 對 你要吃鹹酥雞 我就說我剛吃飽耶 你確定嗎 然後好 那算了 沒關係 那我不吃了 然後他就回我這個 然後我就說 我說沒有 我說如果你要吃的話 我就好像回說 如果你要買 沒有 我說我還是可以 給你吃嘛 你喝果汁 他吃鹹酥雞啊 對啊 我還是可以偶爾放肆一些 我覺得沒關係 只是我第一個反應 我會覺得說 有必要這麼晚吃嗎 對不對 然後他就火了 他說沒關係 他說 然後他後來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吃宵夜 這種事情就是 我一講 你就要有一個很興高才的 就說好 我們一起吃 那種 當作一樣 配提酒配電影之類的 所以可能只能夠 在這個童中求一 義中求同 先說好 就到夜市什麼都不吃 沒有 後來那天還是沒買 還是沒買 他真的就是打個定數 他說我不吃了 就是不吃了 因為你第一時間 沒有說對 要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